好继续来看到与花莲市帝蒙40周年的日本姐妹是宇纳国庭 2月1号由顶长系数建一 议长齐元俊南带领参访团 一行九人拜会花莲市 还前往中流公园来参观40周年的纪念碑 与花莲市帝蒙40周年的日本姐妹是宇纳国庭 2月1号由亭长系数建一 议长齐元俊南带领着参访团 一行九人拜会了花莲市 受到市公所同仁热情欢迎 包括前市长也是县议员魏家贤 花莲市民代表会的主席李政伟都特别出席 市公所特别播放地蒙40周年 线上会议庆祝影片 和日本友人分享这难得珍贵的情谊 两地市长 庭长 议长和主席也都谈到了 未来双方加强促进互访交流的愿景 花莲市跟云纳国已经地结姐妹市已经四周年了 那很开心 我也希望说未来能够有直行的一个部分 能够直接到花莲市 他们刚才有说到说光交通就耗时了两天的时间 那未来也期盼在疫情逐步的稳定之下 我们两个姐妹市的我们所有的市民都能互相的交流 那能够了解彼此的文化 那我们也希望真的有直行的话 也希望说我们两地能够交流的长长久久 刚刚也有提到我们也希望说请他们来毕业旅行 那他们的不管是小学跟中学都可以来到我们花莲做毕业旅行的活动 那我们其实也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到云纳国岛看看 毕竟他们有深厚的海底鱼鸡 还有岛上的特有的 不管是云纳国岛的马或是黄鹅等等的一些 不管是生态的物种 我们都希望能够到云纳国岛来做欣赏 双方代表也制证纪念品 云纳国艇还带来爱心款项 要捐助花莲0918大地震的灾后附件工作 对于日方友人的善心情愚 花莲市代表团都十分感动 随后日方一行人还前往中流公园 参观40周年纪念碑 由创作者说明纪念碑设计缘由 让日方友人感受到花莲市对这一份情谊的重视 云纳国访问团在结束花莲市的拜会行程之后 还将前往花莲知名的景点观光 透过参访、旅游 更深度认识花莲这一片美好的土地 绝对会欢视报道 谢谢大家